大家好,我是Stan 透过选秀节目 GirlsPlaying出道的新人女团Keypla 一出道就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目前也在活跃的活动中 而虽然没有被选为Keypla的成员 但是各个参加的女团成员们 也都顺利地提高了知名度 让原组合的回归都刷新了先前的记录 不过,在众多参加GirlsPlaying的女团当中 只有一组女团始终都没有任何回归消息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首先参加GirlsPlaying的女团成员有 CNC缺余记、Postas Kangyeso Pentiz Shimsun Cherible Kimbura Hojiwon Mei Panatics Kimdoa Inayan CNC缺余记与Postas Kangyeso 最终通过纪念 成功与Keypla的成员出道了 而Cherible Pentiz也是在2022年发表新专辑后 都成功刷新了前一次回归的专辑销售量 但是唯独只有Panatics什么消息都没有 虽然参加Produce48与GirlsPlaying的时候 拥有很多粉丝的Kimdoa 有拍个人广告 也有开设日本官方Twitter 但是现在Cherible你结束都快9个多月了 始终都没有Panatics回归的消息 所以就令粉丝们非常遗憾 成员们太可惜了 哪样的Poker陀娃的颜值竟然在这里浪费 陀娃怎么这么不顺利呢 嗯陀娃 这个公司非常没有培养爱独的能力 真希望Panatics能到别的公司去 对于Panatics一直都没有回归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上个月因为组合名很像挫揪系点 成员名字WendyKairinAda 很像瑞德伯伯WindyAidin以及OmegaRin 而引起抄袭争议的新人女团 苏妞菜仓 昨天 所属公司发表声明表示 虽然以粉丝的立场非常喜欢SM的艺人们 但是想要解释一下 成员的名字是参考了宝可梦中的Windy Maple Story游戏中的KairinAda是因为发音很像公主的名字 而决定使用的 正式否认了抄袭争议 如果不是故意的 在上个月一开始有这个争议的时候 就应该会声明解释了吧 出道一个月后再解释 应该就是故意丑话题吧 其实名字一样的爱豆也很多 能这样努力让更多人认识的话 也算是成功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外界娱乐今天的官方声明 7月6号 外界娱乐官方声明表示 Flatpink的新专辑 目前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 7月中旬将进行MV的拍摄 8月即将发表新曲 Flatpink为了扩展与粉丝们的交流 回归的同时 到年底为止会举行 K-POP女团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如果真的是8月回归的话 这是时隔一年十个月的回归 哇 Blackpink终于要回归了 终于一直等待这一天了 希望能给我们确定的日期 如果说谎的话 真的会去揍你们的 不管是正规还是明年 希望能收录很多首歌 想听很多歌曲呢 真的等太久了 希望8月初就能看到Blackpink的回归 要不然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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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